大大的眼珠黑又凸,黑褐色身体夹到白色斑点,有长尾巴还有四只脚,每只脚都有四只手指头,它叫山蕉鱼,是两栖类动物。 喜欢晚上出来在石头细缝中游走,活动速度缓慢,当山蕉鱼遇上最大天敌邪灵蛇,山蕉鱼展现机智,瞬间冻结。 此时,蕉鱼蛇不断吐出它灵敏的舌头,对着山蕉鱼左舔右舔,似乎准备要好好享用它的大餐,让人看得心惊胆跳。 经过大约五分钟的缠冻,没想到山蕉鱼假死策略奏效,蕉鱼蛇突然转向了,山蕉鱼顺利逃脱,真是惊险一瞬间。 山蕉鱼的天敌还有猴子、鸟等等,山蕉鱼怕天敌而田于蚯蚓等生物却是它的最爱, 它可是一亿八千万年前就存在的活化石,1996年在雪霸官物被发现,1999年雪霸国家公园开始富裕, 在凯拔2129公尺处成立官物山蕉鱼生态中心,透过专业导览让您更认识保育类的山蕉鱼。 经营了四年之后,我们已经在漆地里面发现新的山蕉鱼进驻, 那这也是我们觉得说在这整个建构之中已经符合山蕉鱼的需要, 它已经愿意在这边生存从原来漆地外移入。 生态中心后方还建构了山蕉鱼生态漆地。 占地一公顷的漆地里有循环流动溪流, 生态池,丰富动植物,出国这里至少栖息三四百只山蕉鱼。 我们最希望的就是能在它的产卵季节大概春末的部分能看到它的软翘, 也就是说我们期望如果软翘看得到就是它也愿意在这个地方繁殖, 那整个漆地我们就认为它可以达到已经达到一百分的整个营造的成功。 为了保护山蕉鱼不受干扰,特别设置木栈步道, 来这里除了可以更了解山蕉鱼气息环境, 壮丽的山蕉云雾景色令人难忘, 每周二到周日,早上十点只开放一梯次让游客进入, 如果您到雪霸国家公园, 记得山蕉鱼在这里等你哦。